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冠状病毒心胸肺炎 像这样一种病情的参生 就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 因为肺炎 无疑是肺部的问题 肺部的问题 一时半呼吸的 先是半呼吸的肺部 首先肺的坚强 肺的强健 呼吸的顺畅 呼吸的有力 那么就可以抵御或者预防这种疾病的参生 这边中国的文化 不大精神 对于医学来讲 中医 医学 是对中国祖传的 具备的 医学传统 从中医医学的角度来讲 呼吸系统的积患 首先要从肺部 气管方面来照演 增强它的健康 提供给予疾病的信息 这个病产生之后 我个人对自己就有一个约束 提倡自己的自我的保健 自我的保健 首先是呼吸 就涉及到肺部 所以呼吸与肺部的结合 能够增强它的能力 增强它的生理机能 就可以一定程度的 低于和减少肺部的积患的信息 我的做法是 一 这是肺部 两边的肺部 二这是气管 从这两个方面照演 我早晨 中午晚上 为了预防疾病 我则即开始锻炼 这个学位 叫川山中学 这两个学位叫肺术学 这是丹田的三个部位 深血 官员 和中鸡 我早晨起来以后 面向东方 就做这样一个运动 一 开始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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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谈中学 温柔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开始呼吸 呼吸 呼吸 吐气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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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